再來關注 為了紀念18年前 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中南海 灣區部分法輪功學員 在京津山中林館前舉行燭光悼念 呼籲制止長達18年的迫害 來看報導 當年親歷425中南海萬人和平上訪的 樓洪偉表示 一想到這一天 我就覺得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 就覺得好像是這一天可以走上 一個公開的場所 讓更多的人知道什麼是法輪功 法輪功是多麼的好 不應該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對待 九金山居民Iris Perler 一直在尋找法輪功 特意趕來參加當晚的活動 希望共同制止在中國發生的殘酷迫害 每年你們都來祈禱 在法輪功學員 他們在殺人物 他們在殺人物 我讀過這幾年 很慘 從矽谷趕來的李春和家人一起參加了當晚的活動 媽媽去參加425上訪時 Tom只有8歲 他感謝母親把他帶入了修煉 我覺得除了給予我生命之外 這是最好的 說最現實的就是身心健康 法輪功學員長期和平理性的堅持信仰 也感動了附近的居民 這是非常平靜、尊敬的示範 有非常可憐的事 世界上的事 新台人記者顧新宇、林蕭然、舊金山 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